大家好 最近说说我在后台挺经常会收到的问题 比如XXX这么漂亮 为什么会选择当一名业界演员之类的 关于这种问题其实我还真的难以回答 很多人都觉得说当业界演员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钱 不可否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也不是绝对的因素 每个人的出道理由都各有不同 有一些甚至听起来很扯 因为文化和环境的差异 在我们看来这也比较不好理解 但事实上除了钱之外 确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来促使他们去当一名业界演员 第一种霸凌经历 像一些在童年时期被霸凌过的孩子 因为在童年时期不被所处环境所接受 成为了童年人中不被善待的那一个孩子 这也使得他们成长过程中一直带有一种自卑感 觉得自己不受欢迎 觉得自己很差劲 包括有一些演员谈的渣男男友 都是一直没有当断折断 很大的因素就是这种自卑感在作祟 所以有一天当心探对他说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时 多少会带有一些心动 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会绝对一些 不过因为得不到认同感而想要获得一些关注 选择出道是有的 比如波多爷老师曾经就被霸凌过 如今的波多爷老师依然活跃在业界 我想这也不仅仅只是因为钱的问题 更多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在业界的成就 成了他割舍不掉的寄托 我甚至觉得波多爷老师的心结都没有完全解开 当那个长得像的人结婚时 波多爷一口气发了五条祝福 祝福内容其实在了解过他过往的人 看来是比较催泪的 他说每次去台湾的时候 都有人说我像你 真的非常抱歉 长得和你相像的人竟然是我这样的人 一直很苦闹吧 真的非常抱歉 但是你结婚了我真的很开心 感觉波多爷老师的灵魂上是有伤疤的 常人看不到也不会去注意 小时候被同学霸凌 长大了又被前男友PUA 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才导致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同样的经历在业界不在少数 可能在年少时长得漂亮一些 或身体发育早了一些 也可能是口音不同 甚至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 而容不进同龄人的圈子里 在几年的时间里被孤立而产生自我怀疑 很多动漫里存在的孤独患者 并不是夸张 真有这样的孩子 年少时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多半患的学校也一样过得很封闭 这种封闭感会造成恶性循环 直到因为一句 当业界演员会有很多人喜欢你 而被触动心中的那一根弦 第二种想要获得关注 你可能会觉得想要获得关注 是一种想火想风了的心态 每个人都有梦想 甚至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没有变过 但是找寻梦想的途径 有时候会被关上一扇大门 有些人止步 有些人就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像《山上优雅》 《生田永美》 《高桥圣子》 《桃乃木》 这几位都是因为在足梦的过程中 被关上了一扇门 所以他们选择成为业界演员 去完成梦想 本意上是成为偶像明星 但是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像《山上优雅》到了后来 甚至在有能力的时候 成立了自己的偶像团体 重做明星们 这都是过程上出现的偏差 但是一开始就抱着明确的目的 而想要获得关注的业界演员 也不仅仅只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位 其中也有一些是年少时被霸凌过 导致不自信想要成为偶像的 也有一些是年少时想要成名 却苦于没有门路的 甚至有一部分是参加了多次选秀 都敏落孙山的 还有一些是成功进入了演艺圈 但是发展不尽人意的 都是被关上了门才想着要去爬窗 说立志也立志 说做梦也挺像是做梦的 但是他们只要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否定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也在负担着自己的梦想 第三种 被男朋友推向业界 可能没人相信 有人会说服自己的女朋友 去当个业界演员 但是我要说的是 在业界这样的事 其实还真的很多 甚至有的业界演员 自己赚到了钱 自己舍不得花 而是拿给男朋友 存到一分不胜 比如波多耶老师 曾经就运气很差的 交到了这样的男朋友 出道也是因为这个男人不工作 要靠他养 有些人的故事 既让人觉得可怜 又觉得可恨 但是就是这么单纯到 可以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的存在 尽管我挺排斥这种事 可是这个世界上 确实存在那种 将爱情错认为 可以奉献出一切的傻姑娘 他们一般年税不大 学历不高 经历的事情也不多 甚至跟家庭的成员关系也不好 而这一类人 也是最容易被洗脑的一个群体 第四种 钱 应该说 钱是业界演员最简单的动力源泉 和出道原因 比如一个月只需要工作一星期 且工资还非常可观 并且合法 这对很多涉事卫生的女孩来说 可谓是定在心坎上的职业 但是业界演员赚的钱 也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们所能看到的幸存者偏差 大多是看到了成功的业界演员赚得很好 但是很多不知名的演员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赚得很多 有一些人觉得说 业界演员为了钱出道是拜金主义 跟着恶魔做交易 事实上这也不是绝对的 前不久我还在说 有个白富美家庭开旅行社的 一场疫情下来 他父亲借了很多钱去发工资 最后他家欠了不少钱 他出道来还债 我觉得相同的情况下 未必有人做出更好的选择 倘若无遗迹之常 上有老下有下 亦或是背负债务问题 这时候去讲富贵不能赢 评鉴不能赢 评鉴不能赢的传统美德 只能是少数 人间疾苦 未知他人之苦 勿劝他人成婆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遭遇婚变 或未婚先孕 要自己抚养孩子等等 比如何希亚美虽然隐退 但还是在产下一职之后发起了募捐 本来隐退以为是结婚去了 自始至终他也没说孩子的父亲哪去了 也没说他这几年涨下的钱哪去了 同样的情况 还发生在一千十八九岁的女孩身上 比如有马茉莉 还有向元树里 就表明了自己是为了学费才来业界短档 日本大学的学费是很贵的 而且还不包住宿 读个大学申请助学贷款 一毕业就先背个几百万日元的债务 所以很多人最后是去做了陪酒和风俗 他们都是很快的出现 攒了一笔钱又很快的离去 我并不认同也不提倡这种价值观 只能说有一部分能起点不高 所能选择的也有限 当然绝大部分演员呢 他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大部分也确实是因为花钱大手大脚才进入了业界 而这大多数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学历不高 没有一技之长 又喜好奢侈生活 典型代表选手就是板口信力 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不想太累的工作 想要更多的时间 这部分群体也不少 毕竟业界在日本来说是正规的行业 所以他们也是贴合自身选择 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要看到他们赚钱的一面 就忽略他们付出代价的一面 并且这部分人往往是最存不下钱的 第五种交流障碍 关于交流障碍可能我表述的不好 其实被霸凌过的群体也算是这一类 业界演员中也有很多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他们并没有什么边缘人格问题 但也不会热衷于交朋友 或者什么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他们出道之前就活得挺封闭的 并且享受着封闭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生活没有太大的追求 普通的上班打卡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有点难 而这种情况下工作时间短收益高 人群少的选择似乎也就仅剩那么一点点 除了不喜欢与人交流的业界演员之外 还有一些是真的沟通障碍 比如河南十里 他应该算是很有代表性的存在 可是了解过河南十里的动态就会发现 他几乎不参加什么见面活动 2019年的台北TIE展中他有出席 但是在活动的第二天他就拒绝再与粉丝拍摄 这倒不是因为河南十里很高了 而是他本身患有人群恐惧症 听着很扯对不对 但是他自爆过自己曾在上女时期被变态跟踪 有过很糟糕的经历所以也害怕人潮 毕业之后在咖啡厅工作 只要人一多就频频出错了 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才发现业界演员的职业很适合他 并且河南十里跟经纪公司签约时也明确的说过 可以拒绝活动出席 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障碍 就比如2017年出道的某位演员 从生理学来说他是一个男孩子 但是他患有性别认知障碍 也就是常说的肉身是男孩 灵魂却是女孩 从小也因此受尽了嘲笑 这让他一度深陷在自我怀疑当中 为了变成女孩子 他甚至用皮带将自己的肋骨勒断 用囊头敲击自己的喉结试图让他凹陷 直到后来他开始学求手术 再到后来他就成为了一名生女 因为想要帮助歌舞伎丁的狮子妇女 却被反问你是一名大学生 又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感受 他便化身成女性进入了歌舞伎丁 与无家可归的人为伍 在后来2017年他进入了业界 但是他的经历换来的只是成片的乌言慧语 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存在着 一些性别迷幻的存在 他们受到了很多不太善意的目光 他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如果他们没有干扰到任何的 我们可以不喜欢可以不迁就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权利 去以否定的名义刺伤他们 也没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他们 需要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 孤独症患者如此 同性恋如此 边缘人群也如此 而这一类人在很多地方 其实是受排挤的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业界也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不用跟太多人打交道 收入也比较可观 第六种 兴趣 我所指的兴趣就是 沙昌真菜这种 抱有明确目的而来的业界演员 沙昌真菜是因为觉得 业界电影拍出了女性的美感 而有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寻求刺激 比如日本之前有一位媒体主播 为了寻求刺激进入到了业界 寻求刺激的人很多 但是几乎不会在业界搅呆 当然因为兴趣而选择进入业界的 终究是比较少 像小苍油菜因为崇拜 沙昌真菜 而兴冲冲的想要进来当姐妹的 更是少之又少 绝大部分业界演员 在各种因素的作税下 其实还是因为钱 如今日本大概有200家经济事务所 招募演员的广告也大同小异 什么工作轻松 工资限节 收入丰厚 靠自己赚钱 谁都能做好 绝不暴露等等的 然而绝大部分的业界演员 引退之后都过得不好 日本有位作家叫中村盐村 曾经花了10年的时间去采访 业界演员与风俗业者 才诞生了那一本 《没有名字的女人》 这中间所描绘的辛酸 不比一部苦情俱少 从1981年至今 日本业界来来往往也有十数万人 但是这些人群中 其实大多都是非城市人群 相反他们可能来自偏远的乡下 怀揣着赚钱的心态 在城市中谋生 背景离乡 一步入城市就感觉这地方如此陌生 大多数是苦于生活 年税不大 经历不多 觉得自己能赚那么多钱很有诱惑力 又抱着侥幸的心理 不会被人发现 这一部分人群 才是业界演员的主义输出 事务所也配合着 在年龄和冠级上造假 但是业界电影也就那样 演员很可能面临着 就是用玩具扔的经历 基本上也都是只迈一步的现状 现在每年加入业界的演员 大概在6000人以上 其中能在作品封面上 留下自己名字的可能还不到2000 而这些人 能在业界待满一年的不到600 而这些人在业界中留下名字的 他们被发现真身的概率也在加大 所面临的很可能就是有色眼镜看待 难以恋爱 难以被性能 周遭的面试等经历 很多业界演员在租房问题上 就要遭受到很多的排挤 因为房东不愿意租给业界演员 马萨克日本中有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我每天看模拟杂集片还会哭 他们也有善良单纯的一面 可他们依然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最后的问题 应该也是很多人好奇的一点 究竟业界演员有没有被强迫的 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以前有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随着业界市场越来越差 业界演员的片酬也越来越低 尤其是那些没名气的 且目前业界演员的数量功过于求 业界早就过了那种 只要你愿意进业界就有钱赚的时代 经纪公司挑挑简简 留给我们的已经是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还有一点就是2017年强要风波之后 现在的街头已经看不到星探 大部分星探都失业了 网络如今这么发达 年轻人熟知用网络投递个人信息应评 再加上日本对于业界逐渐加强的管控 现在已经很难存在说 威胁当演员的情况 然后大概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